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哪些 时事评论员腾建群有独家观察 台湾花莲三号发生理事规模7.3级强震 外界注意到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至今没有前往一线勘灾 绿营侧异竟怂恿岛内各界不要捐款给花莲县政府 并造谣花莲县政府所谓勘灾不力滥用资源 民进党政客及侧异人士为何如此冷血 台湾时事评论员江明钦为您全面分析 台湾地区领导人当选人赖清德6号声称 5月20号就职后有三项重要工作 其中一项是要进行所谓社会改造 洗涤人心 赖清德的此番发言为什么会引发岛内各界的强烈不安 时事评论员张斌为您深入解析 海峡新概线 两岸看世界 欢迎收看中南卫视海峡新概线 大家好 我是诗源 首先来关注 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谢尔盖维克托罗维奇拉夫罗夫 4月8号至9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俄罗斯国内对拉夫罗夫此访予以高度关注 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布消息说 访华期间 拉夫罗夫计划同王毅 就乌克兰危机 亚太地区局势等一系列热点话题和地区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两国外长还讲究双边合作中的广泛议题 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协作进行探讨 特别是在联合国 金砖国家 上海合作组织 二十国集团 亚太金河组织等多边机制和平台上的合作 俄联塔网7号报道称 拉夫罗夫最近一次访华是在2023年10月 当时正值中国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拉夫罗夫此访或将就两国政治经济等方面合作议题 以及在重要国际事务中的立场等 进行交流和沟通 密切彼此协作 俄罗斯消息报网站7号报道称 当前俄中两国各领域互利合作不断深化 俄邦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报道称 今年二月 拉夫罗夫在俄国家杜马发表讲话时表示 俄方将把发展同中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作为最重要的任务 两国伙伴关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着稳定作用 今年是俄中建交75周年 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水平 同时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额正以创纪录的速度增长 俄罗斯导报网站称 美国北约等持续向亚太地区扩张影响 拉拢亚太国家进行军事政治对抗 在地区制造不稳定 拉夫罗夫辞访或将密切同中国的关系 强化与诸多国家 以及在地区多边机制上的配合 团结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更好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 4月8号 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据报道 美国近期就中国对俄罗斯不断加深的支持 向盟友发出警告 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 发言人毛宁表示 在乌克兰问题上 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积极劝和促谈 推动政治解决 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和当事方 我们没有也不会做从中于利的事情 中方一贯依法依规 对两拥物向出口进行管制 有关国家不应当抹黑攻击中俄正常的国家关系 不应损害中国和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更不应向中方甩锅推责 挑动阵营对抗 接下来我们要来请教在北京眼博士的时事评论员 滕建群先生 滕先生您好 您如何来看待俄外长这一次访华所选择的时间点呢 从时间点上来看的话 引起了有关各方的关注 第一方面呢 就从俄罗斯国内政治来说的话 普京呢 连任成功 那么他会沿着过去既定的方针呢 加强跟中国的方方面面的互动 所以双边关系呢 将成为这次拉夫罗夫在北京讨论的一个重点问题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在欧洲我们看到 欧冲突呢 正在进入新的时期 特别在战场上 俄军呢 已经准备开始全面的进攻 而乌军呢 二月份之后呢 已经全面转入阵地防御 在对乌援助方面呢 不管是美国 欧盟 还是北约 画出了一个一个大饼 但是都很难落地 比方说 最近北约秘书长 斯托特·贝格 就公开地将让北约成员国呢 出钱建立一个1000亿欧元的 原乌克兰的基金 但是呢 得到的响应呢 寥寥无几 所以从俄欧冲突来看的话 现在似乎呢 出现了和平团判的端倪 所以中国的方案呢 也引起了包括俄罗斯 乌克兰 以及有关国家的高度重视 所以怎么样劝和出谈呢 实现俄欧之间冲突的停战停火呢 这是一个重大的议题 那么从国际事务来看的话 我们都知道维护地区的稳定 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呢 也是中俄两国 共同承担的一个重要的使命 比方说在东北亚地区 美国带着韩国 日本带着他的盟国呢 不断地在这个地区搅局 所以从维护地区和全球的安全发展方面来看的话 那么拉夫罗夫这次到复北京呢 肯定会就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一切的共识呢 进行深入探讨 所以此时刻拉夫罗夫外长访问北京呢 他不但承载着进一步强化 中俄两国关系的重要使命 同样呢 对于维护地区的稳定和平发展呢 对于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呢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引起各方的关注呢 这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 谢谢腾建群先生 我们来关注台湾花莲地震的后续消息 据台灾害应别中心的消息 截阵4月8号18时 台湾花莲县海域7.3级地震 共造成13人遇难 还有6人失联 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 震后进入第六天 目前的搜救重点 放在泰鲁阁公园沙卡档步道 7号下午 两台重型挖掘机就已经进驻河闯 设法在崩塌处 为救援队挖出向前挺进的一条路 但因为土石大量崩落 给搜救行动制造了不少的障碍 截至8号上午 只向前挺进了300米 他要去把那个大地挖出来 埋太深了 有5区啊 有2区比较深 而且那里面要坐路 那个石头很大 那目前重机区已经都进场 途中就是有那个深潭的部分 那他们就是已经在那个做填土的动作 目前在泰鲁阁公园沙卡档步道 失联的游幸一家五口 爸爸和大女儿被寻获 但不幸罹难 还有一大人两小孩没有找到 6名特措人员在不到0.5公里处持续搜寻 还有一对失联的新加坡夫妇 以此受困在不到1.5公里处 有7人三全在青庄搜寻 此外 一艘平东级渔船 红星号自3号出港后就失联 陈姓船长每天都会打电话跟父母报平安 却已经近一周没下落 家属心急如焚 就怕是因为地震受到影响而遭遇不测 目前最新侦测到这艘船讯号出现在菲律宾海域 台海巡单位及台湾搜救中心 正从海空展开联合搜寻 希望能早日找到失联渔船 台湾花莲发生规模7.3级强震 造成当地诸多灾情 对此有蓝一鸣带质疑 蔡英文为何迄今仍未前往花莲刊灾 蔡办发言人林玉禅8号便称 不想影响一线救灾人员专注工作 不能因为蔡英文的行程增加维安负担 不过这一说法未能让岛内民众幸福 蔡办发言人林玉禅称 目前蔡英文仍坐镇台北指挥 将令泽合适的时间前往花莲 处理灾后重建复原工作 对此台湾资深媒体人王上志直言 蔡英文一如既往不在乎基层死活 我在这些年经常指控蔡英文说 基层死活跟她没关 我说她是个宅女 这件事情我们是负责任说句话的 因为所有基层当中动荡到人心 包括人心感受的很多的悲剧 她完全都不表态 可是人家拜登家的狗死了 她就表态 发表这个FB 花莲大地震灾情惨重 牵动两岸同胞的心 但近日岛内绿营侧义却怂恿各界 不要捐款给红十字组织和花莲县政府 王上志在脸书痛斥绿营 还在政治算计 让急需援助的花莲县民情何以堪 他更指出高雄市前市长陈菊 当年在高雄气暴事件中滥用捐款资源 就是绿营的空前代表作 绿营网军侧翼 如今依然黑白颠倒 让人难以想象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郑立文 也在岛内政论节目指出 花莲县长是国民党籍政治人物 绿营就借机煽动网军 制造负面舆论 这简直就是泯灭人性 当人类面对这种天灾的灾难的时候 大家伸出援手 还要问一下 你是不是支持民进党的吗 那这不叫做丧心病狂 泯灭人性 什么才叫丧心病狂 泯灭人性呢 民进党面对灾情不断秀下线 让岛内民众深切感受到 台独政客之冷血 最初让民众感到心寒与愤怒的 是一条消失的短信 这次花莲强震 是921大地震后25年来 台湾规模最大的地震 然而全台却有6个地方 没有收到地震警示信息 其中包括台北 新北 基隆 桃源 岛内各界质疑 地震强度这么大 这些区域人口密度这么高 为什么台当局的警报短信却消失了 台湾中国时报评论指出 尽管天灾当前不应有过多益测 但北北基陶都是国民党施政的现实 当地居民全部被警报屏蔽 要人没有政治联想 恐怕都难 我们来请教在台北的时事评论员 江明清先生 江先生 面对此次花莲强震 民进党方面忙着政治操弄 绿营侧义竟然还怂恿各界 不要捐款给花莲县政府 并造谣花莲县政府所谓执行不力 滥用资源 那想请教您啊 民进党政客以及侧义人士 为什么会如此的冷却呢 基本上民进党是一个以权力 完全为思维的一个政党跟党派 所以他们眼中的只有权力 所谓的人权 人性 人文跟人的价值 都在权力考量之后 因此在现在地震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 理论上应该是救人优先 偏大地大 人民最大 但对于这些侧义跟民进党 许多政客来说 权力最大 其他可以考量 所以因此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的侧义开始操作 不要捐款给花莲县政府 因为他们没有把钱用好等等 这个很明显是趁火打劫 以身做贼 为什么这么说呢 理论上这时候应该是 集中所有的物资 赶快把花莲这次最严重的地方 技术让它复原 让老百姓能够回归正常的生活 这才是正道 舍此道而不由 却偏在操作 说这个花莲县政府 钱用得不当等等 所以民进党这些做法很明显的 就是完全是以政治操作为本 另外第二个是在临近的日本 他们在311海啸的时候 台湾的民间总共捐了超过60亿心态币 又超过日币200多亿 民进党大使宣扬说 你看我们多有人道的关怀 那偏偏对自己在导致的同胞 然后花莲的民众他们的表现就是如此 这是什么样的心态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看得出来说 真的每一次的天灾人祸都是一面照耀镜 那大家在想 蔡英文还有六周就要下台一鞠躬了 那他为什么不说话 在以前任何台风或者地震 或者是烟水的地方 他就第一个到达 当时就是我到了身先士卒 表示我很重视灾情 那你们集中全力救治灾区的居民 让他们回复到正常生活 这次他不去了 原因很简单 他现在忙着计算如何能够安全下庄 安全下庄为首物 那花莲的灾情跟居民的附件 和他们心情的回复 又哪里会在乎呢 所以从上到下都是同样一个样子 不能蔡英文也好或者测意 基本上的心态都是一样 巩固权力 当权力消失的时候巩固自己 那至于他老板西怎么想 怎么看 或者怎么过日子 责非所恩 这样的政府 这样的管理方式 这样的治理方式 是他民众真的所需要 所期盼的吗 谢谢您的解读 压坝一词恐怕是民进党 极其拥顿最醒目的标签了 先有叫嚷着 我是民进党的 嚣张站坐的女子 后有连地震救灾捐款 都要阻挠的绿营侧义 这些人可谓是一脉相承 暴露出了绿营施政八年 唯我独尊 横行霸道的丑态 天灾只是一时 人祸却后患无穷 尤其是在这一个 应该要种植 层层共度时间的当下 台湾民众心中的震感 恐怕是远超7.3级 我们再来关注 台湾地区领导人当选人赖清德 6号在一场记者会时声称 5月20号就职后 有三项重要工作 其中一项是要进行 所谓社会改造洗涤人心 此言引发岛内各界强烈不安 我听到这个真的是嘎铃顺 这只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只有他对 别人他弄错 我就觉得奇怪 賴清德凭什么认为 你就是正确 你凭什么去洗涤别人的心理 为什么不是你要接受洗涤 为什么不是你思想扭曲 你应该要去接受进化 为什么你要来进化别人 这不是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吗 他现在对于台湾的现状非常不满 哪里不满 他对于说他认为说 台湾里面先有一大堆认知错误的人 这些人通通该送去劳改 为什么 思想不对 什么自由 百分之百自由叫什么 就是顺我者仓 逆我者亡 照我的方式就是自由 照不照我的方式 那就不是自由 我觉得赖清德 是一个很诚实的政治人物 他完全说出了真心话 赖清德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霸道 霸道独裁 非常这个 就是自我导向的一个政治人物 前明代郭正亮表示 蔡英文也说过 所谓捍卫言论自由之类的话 但赖清德的说法更加让人不安 是因为他长期给人以很独断 一副要跟人对着干的观感 所以意思是怎样 意思是未来你还要叫沈柏阳 那个让警总复辟是不是 让沈柏阳来审查 每一个人认知这么正确 是这样吗 不然你找沈柏阳当不分区第一名干嘛 他就专门在做思想审查的 说谁认知错误 准备送去洗敌人心 洗敌人心跟洗脑 跟思想改造有什么差别 当内舆论表示 所谓美国在台协会主席 罗森伯格近日来台的目的 就是为了警告赖清德 不能做得太过分 可笑的是 罗森伯格一走 赖清德就露出马脚 最紧张的可能是 罗森伯格是不是要准备来第三次 不是啊 因为你怎么一下又 又来 又嗨了 去年 你说我最大的使命就是 台湾人要走进白宫 而且又来了 岛内网友在相关贴文下 纷纷留言炮轰赖清德 先洗民进党党员 跟1450网军吧 洗脑就洗脑 洗什么敌 先把你们的黑心 多洗敌几次吧 电影《周出除三害》里的 所谓尊者 也声称洗敌人心 结果是洗劫人才 甚至人命 还有人嘲讽道 说洗敌台湾民众的口袋 我还比较相信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听听 北京演播室时事评论员 张斌先生的观点 赖清德为什么会丢出 这样的言论 他凭什么认为自己 可以去洗敌别人的心呢 这个洗敌人心啊 其实啊 我觉得就是一个 偷换概念的 这样一种说法 其实洗敌人心 按照台湾相关人士 一些解读啊 就是洗脑的一个变种 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啊 执政以来呢 不断地推行对抗大陆的政策 让台海地区陷入到一种危机当中 那么在经济上 妄图跟大陆脱钩锻炼 在军事上呢 不断地挑衅大陆 以武谋独 从这个对外关系层面呢 却紧紧地抱住美国的大腿 干当美国遏制中国的马前卒 所以啊 这样的一系列举动 就让台海地区局势啊 越来越险恶 让台湾陷入到不安全当中 自然引起台湾民众的 强力的一个反弹 尤其在两岸关系上 要和平 要发展 要交流 要合作 这是台湾民众的主流谜意 也是保证台湾安全的根本之道 但是民进党当局 一味地搞台独 一味地挑衅对抗大陆 一定会遭到强烈的反制 所以啊 只有让台湾的民众 完全被民进党洗脑 用民进党的这种 所谓的大陆威胁 以及呢 台海形势紧张 来呢 制造岛内的绿色恐怖 这是民进党当局 一贯的一个做法 而就赖清德来讲 那一方面这是民进党一以贯之的台独政策 那么再有一个 他个人的这样一种啊 施政的风格和个人性格 也是属于呢 这种硬来硬往 硬碰硬的形式 往往呢要按自己的意志来啊 推行相应的一系列的工作 自己认为对的 那么必须要让台湾民众遵守 所以这个洗涤人心呢 看似说的云淡风轻 但是真正的社会改造和洗涤人心 就是要把台湾改造成台独的 整体的这样一种氛围 要用这种台独意识 给台湾民众进行洗脑 以达到对抗大陆的目的 我觉得这一方面是民进党当局啊 这种台独政策的使然 那么另一方面呢 也有赖清德个人的性格 和这种啊 施政的风格 再有一个呢 也是当下民进党当局 不断的想挑衅大陆 想谋求台独的 一个具体的政策措施 甚至我们可以把它归绝为 在美国的受益下 民进党当局 对大陆和台湾岛内 搞的认知作战的一种形式 是的 没有良心的人 却要洗涤他人的心 赖清德口中说出这样的话 不仅荒诞 更是可怕 谢谢张斌先生 我们休息一下 海峡新干线 稍后继续 妈妈我有 成品让人感觉身体不舒服 可能是细菌满虫的影响 新避浪 抗菌除满洗液 新乳纤维 根源洁净 强力去除满虫 和细菌 还有三江凝珠 新上市 避浪 根源洁净 抗菌除满 爱绿 直绿 护绿 心绿 推动绿色发展 共建 美丽福建 世界越来越急 变化越来越多 我还是喜欢 沉下星 回到根本 抓住关键 就像新海飞斯 从根源开始 守护头皮健康 去卸护头皮 当然海飞斯 米粒虽小 均陌生 勤俭节约 留美鸣 生活中 细菌无处不在 常威胁孩子健康 还好有舒服家 新洗手液 一菌保护 高达99.9% 更有新沐浴路 12小时深入保护 舒服家 健康专家 护全家 爱我蓝色海洋 保护海洋环境 混洗衣服 会污染衣服 新太子选校360洗衣液 创新威力进科技 深度坚持 混洗污渍 新太子 已经到底 混洗不污染 欢迎回到 东南卫视海峡新盖线 我们再来关注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陆军未验证 所谓训练成效 9号到17号 将在屏东九棚地区 实施陆空导弹射击训练 届时将以陆基舰2导弹 打头阵 接续以雷霆 2000火箭炮 毒刺导弹 阿帕奇直升机等 进行操演 据报道 台军今年的汉光演习 兵棋推演 将在4月进行 在此之前 台陆军率先在台湾南部 实施年度实弹训练 台军方人士称 台陆军9号至17号 将在屏东九棚地区 进行陆空导弹射击训练 项目包括所谓雷霆 神鹰及神功操演 雷霆操演部分 操演部队将进行 MK15 MK30 及MK45 等各型火箭弹射击 并演练官兵 接收射击指挥部 所下达的射击任务后 如何迅速进入阵地 完成用炮程序 由安全军官 针对车上武器射控系统 等主意检查 待命射击 发挥雷霆2000火箭炮车 反登陆作战能力 神功操演部分 则是验证台军野战防空能力 操演部队 拟以双连装导弹发射系统 复仇者导弹车系统 实弹射击毒刺导弹 官兵必须掌握 仅约10秒左右的黄金时间 迅速追瞄目标 扣下发射钮 以击落把弹 神鹰操演部分 台陆军航特部 所属AH-64E阿帕奇 AH-EW超级眼镜蛇 等各式直升机 将搭载空射弹药参讯 包括地狱火反装甲导弹 响尾蛇防空导弹等 都会在这项操演之中亮相 在这次演练中 台媒重点关注的对象 是由台所为中山科学研究院 研发量产的 野战防空系统陆基箭2导弹 9号当天将打头阵 首次参与这次演讯 并规划射击三枚实弹 此外 台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 原定于4月2号起 陆续在机门实施的对海射击演练 虽然被取消 但是台军之前公告 5月15号16号 还要在东引进行实弹射击 射击的方向也是面对大陆 公告如今还没有撤销 就此情况 台湾实事评论员郭正亮 在岛内政论节目中表示 他觉得民进党的一通操作 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这个不可能是军方自己决定的啦 他们再笨也要想一想520 全世界都在看520 结果你在5月15 16 在东引那边要实弹演戏 这个跟现有的讨论的氛围 太反方向了吧 所以我是觉得最近这个 这个政府有点给人家感觉了 给他感觉进入各玩各个的状态 好像没有一个主导决策的人 在协调各方面 比如说你如果是认为520是最重要 那你所有的决策都要朝向 520如何能够缓和两样的危机 这个角度去连带思考 看起来不是这样的 没有啊我认为就各搞各的 就给人家这种感觉 那蔡英文好像也不管 针对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种种举动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日前表示 在打毒猝筒方面 解放军始终以行动说话 始终是坚决而专业的 正告民进党当局 台独分裂活动越猖獗 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就越消解 中国人民解放军持续练兵备战 将以坚如磐石的意志和强大能力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继续来请教张斌先生啊 我们看到台军方叫停了金门对海射击计划 但是呢5月份马祖东营岛疑似 还是要进行实弹射击的 那么您认为台军此举有怎样的盘算 而民进党当局近期加强军备战备方面 与以往又有怎样的不同呢 呃我们注意到啊 台军本来要在4月初的时候呢 在金门搞这个所谓实弹射击 但是前一段时间呢 呃自己给出理由 一个呢怕这个引发地区局势紧张 另外一个呢由于海上有物等等 这些客观条件 所以呢这个实弹射击呢 就进行了相应的一个调整 我觉得台军之所以选择在金门 要搞实弹射击 挑衅大陆的意味是非常浓的 大家知道厦门金门距离非常近 在这个地区搞实弹射击 方向肯定是指向大陆的方向 一旦造成不可一知的后果 那么台湾将面临着大陆强力的一个反制 所以啊在这样一个大陆遏制台独 反制力量空前的大背景下 台军绝不敢说是以卵击石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那么再有一个呢 就是美方在这里面得起了相当作用 我们注意到美国所谓在台协会的主席 罗森伯格多次串访台湾 就在近期呢再一次到台湾串访 除了传达美国的相应的信息之外 对赖清德进行相应的警告 在美国今年这样一个大选啊 之年多事之秋 不希望呢被民进党卷进台海地区的冲突当中 所以这时候大陆反制的因素 和美国的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样一个警告 应该说都是啊 民进党最终改变了在金门石弹射击的一个根本原因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的演习计划 到今天五月份的东引导的石弹的射击并没有改变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 民进党当局之所以啊 仍然要保持这样一个离大陆相对比较近的 我们知道东引距离大陆 虽然离金门跟金门比啊相对远一点 但是呢实际距离也就二十多公里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民进党当局继续保留所谓石弹射击 其实对抗大陆武力挑衅的意味还是非常浓厚的 再加上这段时间 民进党当局不断的向美国进行军事采购 以及呢在岛内进行各方面的军事动员和部署 可以想见 总体来看 民进党在金门取消石弹射击 只是对抗大陆的权宜之计 而在整体的这样一个对抗大陆 挑衅大陆的大的方向背景下 民进党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虽然我们不知道五月份 民进党能不能如期的举行这个所谓的石弹射击 但是它背后挑衅大陆 对抗大陆的意味是非常浓的 这也说明了民进党在美国的加持之下 那么利用这种加强装备 加强军事力来以武谋独的态势 依然是非常清晰 动作依然是非常明显的 我想中国人民解放军随时关注着台军的变化 那么我们反对台独 遏制台独 打击台独 乃至于消灭台独的实力 意志和决心都是无比强大的 在这一点上 任何想挑衅的举动 必然遭到大陆强烈的反制 谢谢您的分析 可以说这迂回进退之间 只要施政者的台独之心不死 台军的盘算也好 民进党当局的动作也罢 都不会有实质的改变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台北故宫博物院两年前启动所谓修复级再利用计划 要在正馆大门设玻璃入口亭 因恐影响整体异象 当时遭到台北市文资审议会强势否决 如今所谓修复计划又卷土重来 岛内民间团体担忧 台北故宫博物院变得不中不息 不伦不类 而且如果发生火灾意外 文物恐怖之一句 几乎各界正式 报道称 台北故宫博物院3月举行说明会 表示要在正馆前扩建入口亭 以玻璃结构兴建 与主结构脱离 入口结合处以防水收边处理 此前规划的玻璃亭高14米长27米 如今调整为高11.5米长21米 此外顶部结构也有所调整 不仅如此 还要在博物院二楼设咖啡厅 台北故宫博物院声称 玻璃亭建好之后 不会遮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元素 对此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科志恩痛批 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是在借尸还魂 他表示 之前耗资49.24亿元新台币的 台北故宫博物院北院再修复计划 2022年 已被台北市文资委员以10比2否决 如今又企图闯关 科志恩认为 台北故宫博物院 与补墙建筑物的任何结构 修复都无人反对 但不要假修复之名 改变原有景观与美感 甚至有所谓去中国化的嫌疑 把知名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变丑了 有岛内民间团体认为 很多观光客 都会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入口处广场拍照 若兴建玻璃入口亭 二楼咖啡厅会破坏美感 很多来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游客 也认为 还是保持原貌最好 会不会担心说 盖了一个玻璃屋之后 就挡住了这边 飘飘亮亮的景色 玻璃屋不要太高 如果太高的话 肯定挡住 我觉得要维持原有的面貌 比较适合 我觉得这样就不好了 我是喜欢看这样保持 虽然它是玻璃屋 可是它还是 不是原本的样子 现代化的感觉 对啊 就太太那个啦 就比较现代化 不是我们可能想象中 比较古典的那种感觉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任职32年的退休编转 宋厚林批评 台北故宫博物院 是具有代表性的 古典宫廷建筑 多次整修 都维持完整样貌 正门扩建入口亭 是不中不息 不伦不类 丑化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花两亿多新台币预算 盖入口亭 都可以再盖一座博物馆 何必浪费公堂 如此沦为国际笑柄 值得吗 台北故宫博物院 景观咨询委员陈彦良提醒 台北故宫博物院 文物价值远在建筑本体之上 台北故宫博物院 应论述 如何透过建筑等载体 创造让更多人 觉得美好的文物体验 可惜台北故宫博物院 未能先想清楚 文物与建筑载体的主次位置 应先让大家知道 为什么非做不可 我们来听听江明清先生的观点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谓 修复计划又卷土重来了 那外界是批评去中国化 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这个故宫是国宝 是两岸共同的宝贝 故宫是中华民族 两岸民众共同的记忆 这个毋庸置疑 那现在放在台北的外双溪 当然是有历史因素 可是它维持了传统这种宫廷之美 里面的物物等等保存 这等于是大家共同 最重要中华文明的 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所有的这些传统的古物 各位知道 原汁原味 才能够不失其味 对不对 那过去的民进党就认为说 我既然不能够在这个 宝物上面动手脚 也许有 这不知道 那我自然在外观上 给它遮蔽 这次以示娱 在故宫的前面 往前要盖个玻璃入口处 这个做法完全没有梅干可言 也没有安全的考量 那纯粹就是 用这样的遮蔽方式 就把这个传统的中华文化之美 做了遮蔽 做了破坏 某种上就是去中国化 分情组贺 莫此为甚 你若真的对于这种 故宫的宝物 非常珍惜 非常爱 而去除到意识形态的话 你应该是加强内部 这个盘点 有没有遭人为 在过去几年当中 损失损坏的 去年前年都有这种损坏 甚至还在现场 这个甩来甩去的 许多这个 非常宝贝的古董 就破坏了 而且一推三不知 这各位上网看都还有 你要做的时间 跟这个部分 文物的保存 温度 湿度 保全 防火 防灾 防水等等 你从这个地方来着手 大家觉得这个政党 还有一点 政治跟文化的品味 和政治的良心 舍弛道而不游 我再强调一遍 这个政办不做 专门做 占门外道的办 也就是说 如何能够去中国画 像在一幅美丽画上面 给他点几个点 就破坏它的美感 但问题是 文化真的可以抽到断水 然后点上几点的污点 或者做一些遮蔽 就能够达到 去中国画的目的吗 当然不是 这还是眼耳盗铃 自欺欺人的做法 说穿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认为 这一次应该理论上 最后仍然还是会被打回票 但编了这么多钱 上一次编了几十亿 这次要编了几十亿 这些钱流去哪里 折非所问 所以说不定 有一批人 专门是靠文化财 来吃饭的 来赚钱 来牟利的 成不成功 折非所问 去中国画最好 不去中国画 他们就可以赚到钱 那这样就非常的可恶 谢谢江明清先生 我们休息一下 海峡新干线稍后继续 腿脚发软 腰杆无力 关节不适 这人老了呀 为什么井家腰腿 老出问题啊 原因之一 您的骨骼变疏松了 试试优刃集 国家发明专利 专为中老年研发 优刃集牌 三七安糖骨碎补胶囊 有三七 葛根 骨碎补 还有安糖 硫酸软骨素 鱼胶原蛋白 钙 吃一样 含七样 不是简单补钙补胶糖 三七 葛根 骨碎补 先作用于骨骼循环 再把钙 安糖等营养补进去 骨质便秘了 骨骼更有劲 可以试试吗 颈尖腰腿有问题 可以先体验 只需9块9 整整60里 包邮到家 不满意 能退货 抗疏松 抢骨骼 就用优刃集 专为中老年研发 老胡老 以及人之老 弘扬 敬老爱老 新风赏 妈 腿脚没劲 是不是骨骼变疏松了 骨骼变疏松 试试优刃集 国家发明专利 专为中老年研发 优刃集排三漆安糖 骨碎补胶囊 有三漆 葛根 骨碎补 还有安糖 硫酸软骨素 鱼胶原蛋白 钙 吃一样 含七样 不是简单 补钙补胺糖 我们的骨骼 通过密密麻麻的血管 来获得营养 老年人容易循环不畅 三漆 葛根 骨碎补 先作用于骨骼循环 再把钙 安糖等营养补进去 骨质变密了 骨骼更有劲 优刃集推出 九块九体验活动 颈尖腰腿有问题 可以先体验 只需九块九 整整六十里 包邮到家 不满意 能退货 抗疏松 抢骨骼 就用优刃集 专为中老年研发 孙老为德 敬老为善 妈 你腿脚不好 多补点 和您的儿女一样 我们希望您腿脚有力 腰杆挺拔 颈尖灵活 所以优刃集 一直坚持九块九体验活动 优刃集排三漆安糖 骨碎补胶囊 有三漆 葛根 骨碎补 还有安糖 硫酸软骨素 鱼胶原蛋白 盖 吃一样 含七样 国家发明专利 专为中老年研发 您记住了 优刃集九块九 可以先体验 九块九 能吃几天呀 整整六十里 可以吃十天 包邮到家 不满意能退吗 不满意 能退货 你们做儿女的 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 骨骼长保养 一定要坚持 抗疏松 抢骨骼 就用幽刃集 专为中老年研发 玉枝林药业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关注到 巴以局势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以军已经从加沙地带南部 撤出所有地面部队 目前在加沙地带 只留下一个旅 对此 以色列国防部长 加兰特 切好表示 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撤军 旨在位在拉法的军事行动 做准备 同一天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战略沟通协调员 约翰·科比则表示 乙军从加沙南部撤出 似乎是为了休息和调整 并不一定意味着 有任何新的行动 以色列新消息报 援引以军方消息 报道说 过去几个月 主要部署在 汉犹尼斯地区的 以军第98师 从加沙地带南部撤出 标志着 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兵力 进一步减少 另据以色列时报报道 目前以军在加沙地带 只剩下纳哈尔旅 负责保护 内查离母走廊的安全 以色列国防部长 加兰特表示 以军在汉犹尼斯地区 取得了显著战绩 消灭了恐怖分子 摧毁了武器 武器库 以及通讯中心等目标 并称哈马斯的军事能力 亦被摧毁 同一天 美国白宫 国家安全委员会 战略沟通协调员 约翰·科比则宣称 以军从加沙南部撤出部队 似乎是为了休息和调整 并不一定意味着 有任何新的行动 至今年的4月7号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已满6个月 虽然以色列和哈马斯 都表现出推动停火谈判的意愿 但双方之间的分歧依旧巨大 停火前景并不明朗 连日来 以色列民众一再呼吁政府 尽快采取措施 立即达成新的协议 促使以色列被扣押人员获释 值得关注的是 当地时间6号晚间 在特拉维夫举行的反政府集会上 一辆汽车突然冲撞人群 造成至少5名抗议者受伤 据以色列时报7号最新援引 当地西伯来语媒体报道 涉事司机已就该事件发生 声称这是意外事故 汽车故障导致他无法刹车或减速 另据埃及媒体8号的报道 最新一轮在开罗举行的 加沙地带停火谈判 取得显著进展 不过8号晚些时候 据以色列时报和半岛电视台等媒体报道 以色列和哈马斯方面 均否认谈判取得进展 国际方面的话题 我们继续来请教滕建群先生 滕先生 以色列军方突然宣布 已从加沙南部撤回地面部队 一直以来气势汹汹的 以色列部队做出了这么大的调整 这是否出乎您的意料 而这又是怎样一回事呢 那么这次呢 应该说并不出人所料 毕竟呢 这对以色列来看的话 并不意味着 它已经结束了在加沙地带作战行动 那么上一次 这个轮换呢 是在去年的12月份 那么以色列第36突击师 这个撤出 那么这个时候进来了两个新的突击师 在这个地区作战 已经有三个段时间了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呢 这次从哈尤尼斯地区的撤出呢 是一种部队的轮换 同样呢 我们也可以看出 这是一种权益之计 毕竟呢 在以色列内塔尼亚湖看来 如果说现在完全消灭了哈马斯 在加沙地带的存在 那么它自身的存在感呢 也可能受到威胁 因为我们都知道 内塔尼亚湖呢 在以色列内部呢 它有一个名字叫安全先生 它就是靠这种强硬 靠这种对于阿拉伯国家 对于巴勒斯坦 对于哈马斯的 这种强硬的立场 或者是呢 这种突权狠狠的这种姿态呢 赢得了以色列民众的支持 如果说哈马斯现在被消灭的话 那么这就意味着 内塔尼亚湖 也这个政治生命的终结 所以它一定要留下这样一尾巴 保证自己的生存 另外还有个考虑呢 就是说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 特别是美国 从3月份之后 拜登政府呢 调整了对于以色列政策 那么为了缓解人道主义方面的压力呢 现在以色列方面呢 一方面提出要撤军 另外一方面呢 还要开辟一条6公里的人道主义通道 就保证在南部地区的巴勒斯坦难民呢 能够回到自己的家园 这显然呢是一种政治选择 是一种外交的选择 那么同时呢 也是内塔尼亚湖政府的一种权益之计 毕竟呢 在这个过去6个月当中呢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作战行动呢 并没有实现 自初提出来的三大目标 就是消灭哈马斯 那么把这个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呢 解救出来 同时呢在加沙地带实现安全有效的控制 所以这三个目标目前来看的话 一个没有实现 如果说现在匆忙撤军的话 那就意味着内塔尼亚湖政府的政策 它的作战行动呢 完全失败 所以从根本上来看的话 这不是一次全面的撤军 这是一种权益之计 这是一次轮换性的这种部队调整 谢谢您的解读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就巴以停火谈判的相关话题 我们继续来请教腾建群先生 腾先生 我们看到埃及媒体在8号报道说 新一轮在开罗举行的加沙地带 停火谈判取得显著进展 不过呢 以色列和哈马斯方面都否认谈判取得了进展 那腾先生您对此是有怎样的观察呢 从谈判来看的话 在哈马斯和以色列冲突爆发之后 一直在进行的 包括在埃及 包括在卡塔尔进行谈判的 其实在整个一个之前的谈判过程当中 以色列方面显得三心二意 甚至保持一定的沉默 即使是派出了代表团参加相关的谈判 但是呢 他们的表态呢 也比较消极 那么从哈马斯来看的话 同样也对于以色列提出来 这个要完全停火 要全部撤军的这样一些要求 目前来看的话 双方这个要价呢 都非常高 那么以色列方面呢 是希望能够迅速地解决 被扣押 在这个哈马斯手里边的人质问题 同时呢 实现对于加沙地带的有效控制 从谈判结果来看的话 我相信不太可能 一下子就实现哈马斯和以色列 提出来的各自的目标 比方说释放人质 比方说全面撤军和停火 但是为什么出现这种谈判呢 我觉得内塔尼亚湖方面呢 它是有一种缓兵之计的考虑 同时呢 目前呢 正这个是这个宅月期间 所以这个乙军呢 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动作 我觉得在宅月结束以后呢 以色列方面呢 肯定会发起地面的进攻 特别是在拉法地区呢 因为这个地区呢 现在成了以色列主攻的一个主要的方向 这个地区呢 同时又有上百万的巴勒斯坦难民 如果说真的发起这种地面进攻的话 那肯定会造成巨大的人道主乡 当然我现在开辟人道主通道呢 应该跟内塔尼亚湖面对的 美国面对的国际社会压力的一种选择 谢谢您的解读 台海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地名 这里山川玉秀 人文鼎声 有历史的纵深厚重 有文化的传场交融 有情感的牵挂羁绊 有思想的包容碰撞 有在地深耕的接续报道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概念 有距离现场的新兴发声 坚持贯彻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坚定不移推进 祖国统一大义 海峡新概念 二十年记录台海满动 坚定反读策统 台湾故事 大陆讲述 全球事业 中国表达 牢牢树立 台海融媒传播 第一标杆 持续稳固大陆 对台宣传第一窗口 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蓄能俱立 海洋时代 中华其怀 青春台海 其中两岸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概念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概念 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五间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概念 获取更多一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博TV 今天的海峡新概念就是这样 感谢收看 再会